一口气看完 最新枉飞动漫 忍者神威最终之战 彼岸赤红神威再度进化雷霆神威 以雷霆之士首任山路成功复仇 故事发生在21世纪 但古老的忍者依然存在 每到夜晚来临之时 盛大的杀戮盛宴就会掀开帷幕 小巷之中一个男人正在拼命逃窜 只因无数神似魔鬼一般的忍者 在对其进行追杀 男人的身手极为不凡 竟凭借一己之力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奈何敌众我管 终究还是被敌人找到破绽命中要害 这群追杀他的人正是杀手组织 专门清剿叛逃人者的小队 他们没有人性且实力强大 凭借着一身的高科技装备 在全世界进行着杀戮 另一边 彼岸夫妇也看见了电视上 正在播报的这起案件 这突如其来的风波 让彼岸不禁感到一丝不安 彼岸曾是忍者组织中的绝对强者 由于彼岸厌倦了自己的血腥过往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了大洋彼岸 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往后的日子里 二人但有一子 过上了宁静幸福的日子 在看过报道后 彼岸夫妇变得极其谨慎 甚至就连外出所留下的指纹 都会小心清楚 可过往的尸山血海又怎能轻易脱离 背叛忍者信条的他们总归是要付出代价 夜晚 心神不宁的彼岸准备下楼喝水 但来到客厅时 他发现夜色竟染成了星红 就在他诧异之时 两道杀气缠身的身影悄然浮现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对彼岸发起了袭击 关键时刻儿子的惨叫传入耳中 彼岸抛下敌人拼了命地往楼上跑去 与此同时做事就要使用秘术 但就是这一瞬的分心让敌人抓到了可乘之机 下一刻 两枚钢针直接贯穿了他的咽喉 但即便如此 也并没有阻止彼岸的脚步 可就在他艰难地回到楼上之时 那个令他永世难忘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楼上一片狼藉 除了几名死去的人者 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正躺在血泊之中 而下一刻 一柄钢刀直接将妻子的脖梗贯穿 彻底夺走了他的生命 也就在此时 彼岸也被身后的敌人刺穿了胸膛 尽管心有无尽的怒火与不甘 但他最终还是倒了下去 忍者们在确认彼岸已经停止了脉搏后便撤退离开 待警察赶到现场时 房间内只剩下倒在血泊中的一家三口 第二天 本已被宣布死亡的彼岸居然再次活了过来 他不知道是谁救下了必死的自己 但现如今这一切都不重要 此时的他已然被无尽的痛苦与愤怒所占据 复仇之路即将开始 彼岸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的病房里 医生看着起死回生的彼岸 感叹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很快佛伯乐文学而来 但彼岸沉默不语什么都没有说 随即黑人探员麦克决定 让女警爱马24小时看护彼岸 这件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就会结束 夜晚彼岸坐着轮椅来到天台透气 但下一刻 这个男人才仿佛从那极致的伤痛中缓过神来 无尽的杀意几乎宁为实质 紧接着只见他从体内拔出一枚钢针 此刻他的身体仿佛解开了封印 一股恐怖的气势从其体内彻底爆发开来 下一刻 只见一众忍者再次杀到 一场杀戮盛宴正式开始 听到声响 躲在暗处的爱马正要上前查看情况 但下一刻就被彼岸直接放倒 随后彼岸缓步向着人者们走去 无尽的杀意已然让他化身为地狱中的恶魔 气血的连任今夜注定绽放于世 另一边 麦克一直联系不上爱马 无奈之下来到了医院 而下一秒 人间炼狱映入了他的眼帘 即使见惯了大场面的他此时也被惊得说不出来话 与此同时 医院中的上百名忍者居然被彼岸屠戮一空 现如今就只剩下那个杀害自己妻儿的真正凶手了 看看眼前敌人那恶心的笑容 毁灭一切的怒火 让神威没有废话 直接便开启了进攻 尽管惨败如全 但忍者首领还在大放厥词 表示无论彼岸逃到哪里都没有 组织总会找到他的 可此时的彼岸已经不会再逃 紧接着 只见彼岸抹去了面部的伪装 终于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重伤倒地的杀手见到彼岸真容后 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他知道他们唤醒了真正的恶魔 彼岸回到家中将一面墙壁砸开 随后从墙中取出来一个尘封多年的箱子 里面封存的赫然全都是他曾经的装备 和一张妻儿的合照 彼岸与家人的记忆不断在脑海中闪现 现如今 这美好的一切都被人夺走 而做出这一切的人需要用生命来赎罪 随后彼岸将那个装满与爱人记忆的家 一把大火烧成灰烬 冲天的杀气在熊熊烈焰中不断地生腾 这一天 人们唤醒了那个恐怖的恶鬼 就在不久之前神威独自一人消灭了精英杀手小队 并俘获了小队的首领 但还不等神威审问 他便一头栽倒在地 就在此时一个神秘的老爷子出现在他身后 老爷子看着神威手臂上恐怖的印记 一眼便认出神威一定是使用了透支生命来换取力量的技术 并警告其万万不可再次使用 不然一定会因此丧命的 紧接着老爷子就看见了那道贯穿了神威胸膛的刀伤 并感叹神威能活下来真是上天的眷顾 最后老爷子叮嘱神威不要太过勉强 即使以他那强壮的体魄 想要完全恢复过来也需要五到六天 神威再次醒来时 伤口已经全部被包扎完毕 紧接着他来到了杀手首领的面前 二话不说就是一刀刺了上去 对于这位杀害自己妻儿的凶手 神威毫无任何怜悯 奄奄一息的首领对神威表示 作为忍者即便你再怎么折磨我 我也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的 而这样的结果神威早就预料到 他这么做只是单纯的为了报复 最后神威一桶汽油直接泼到首领身上 随即将火柴点燃 另一边探员迈克被领导叫去谈话 被告知这件案子不准他再继续查下去 不然即使他马上就要退休了 也一样会被解雇 气冲冲的迈克找到了搭档艾玛 并将领导的警告说了出来 但艾玛并不以为意 屏幕一转居然查到了神威化名罗根的全部信息 与此同时神威的伤势终于没有了大案 眼中的杀意已经溢了出来 随即骑上摩托绝尘而去 神威在穿越荒漠的途中一路调查 但居然一丝线索都没有查到 越来越暴躁的他此时连警察都不放在眼中 只见他的拳头甚至都没有碰触到对方 仅凭拳风就让警察飞了出去 回到外面的神威看着眼前的警车 拿出了当时探员迈克留下的明天 迈克接到神威的电话立马就让艾玛开始追踪 哪成想另一边神威直接就将电话掰断 很快迈克再次接到了神威的电话 神威直接在通话中警告 其这是他最后的通话机会 不要再耍花招 随即神威跟迈克约定好明晚在一家中餐馆见面 之后便扬长而去 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 老黑直接对老板表明了身份要征用这里的场地 随着神威的到来 闲杂人等全部都离开了这里 见神威淡定地坐在自己面前 气不打一处来的迈克 直接就掏出手枪准备将神威带回去 但就在这时外卖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随着又一个外卖员进屋 迈克实在是忍无可忍 但他刚要发火 就看见外卖员直接对着神威发起了袭击 杀手居然再次找了上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面对的就是那传说中的血修罗 刚刚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迈克的认知 不禁胆叹神威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在神威将自己忍者的身份告诉迈克时 密集的子弹突然向二人袭来 屋外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杀手 下一刻杀手们为了消灭神威竟还动用了RPG 烟尘散去神威已经失去了踪迹 只留下迈克一人 迈克看着手中忍者的武器 不禁发起疑问 在当当那么惨烈的情况下 刀身居然毫无损伤 这究竟是谁打造的 与此同时移出神秘的房间内 一个威严的老者正听着手下们的汇报 某处神秘的房间内 忍者组织的首领 找到了专门负责清剿判人的诸如族长 将彼岸神威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他 哪成想诸如却狡辩神威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人者之一 绝对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杀死的 但是也无需担心 因为他已经派出了手中的王牌 那个名为灾的死神 与此同时 一处废弃的厂房内 灾正在对着一名判人进行清剿 而判人却劝说灾放下屠刀 因为忍者的准则早已腐朽不堪 忍者也彻底沦为了掌权之人的毒牙 现在还在追杀他们这些昔日的同僚到底有何意义 而现如今你当初没有杀掉神威的消息即将曝光 今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判离组织 难道你要将所有人都赶尽杀绝吗 哪知灾根本不为所动 判人见状知道这一战肯定是在所难免了 随后只见他摆出一个奇怪的架势 紧接着原本封闭的厂房内突然开始狂风涌动 判人对于自己的必杀奥义非常有信心 但哪成想烟雾散去后那位死神居然毫发无伤 紧接着胸口传来了钻心的疼痛 那柄陪伴了自己无数年月的长刀 不知何时已然插入了自己的胸膛 另一边迈克带着物资来到了神威位于沙漠中的临时据点 随后把他利用全线查到的全部线索都交给了神威 如今终于拿到线索的神威发誓 他要将全部有关之人全部救出来一一处死 夜晚二人找到了迈克的搭档艾玛 在艾玛强大的黑客能力下 他们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原来那些追杀神威的人者们所使用的特殊武器 全都源自一个名叫奥扎的公司 这家公司的业务极其夸张 不仅覆盖了全部的基础生活 更是参与了军备开发 现今世界上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产物 都有这家公司的影子 但蹊跷的是这家公司除了发展速度快到令人发指 并且他们的竞争对手全都相继的离奇死亡 现在看来 造成这一切的很有可能就是忍者了 而忍者组织也正是借助这家公司的技术 才能精确找到盼人们 就在此时一变突生 敌人已然再次找了上来 见此神威让艾玛赶紧开车 但敌人又怎会轻易退去 迈克健壮直接对着车顶就清空了弹甲 神威则是趁机将感知开到最大 待成功捕捉到敌人后一刀便刺了上去 而敌人也在这一击后就失去了动静 但不等众人高兴 一辆急迟而来的卡车直接将众人撞翻在地 一阵眩运过后神威终于看清了杀手的样貌 下一刻大战开启 事后重伤的迈克和艾玛被医护人员拉走 而就在这时神威的手机居然响了起来 神威不免感到奇怪 但还是接听了电话 就在不久之前神威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来电之人不光知道自己忍者时期的代号 并且还说出了只有真正的忍者才会知道的秘语 紧接着神秘人表示 仅凭神威自己是不可能进入到奥扎的科技之城内的 而自己却可以帮助他 说罢也不管神威信不信直接将一个地址发给了他 第二天神威找到了住院养伤的迈克和艾玛 并将这个事情告知给了二人 尽管迈克并不相信这个神秘人 但这又好像是现今唯一的办法 随后三人当即决定分头行动 由神威前往神秘人指示的地点 而迈克和艾玛则是前去调查那些 给奥扎公司研究武器的科研人员 与此同时移出神秘的建筑内 忍者组织与奥扎公司的高层全部都聚集在此 奥扎公司的CEO竟大声地赞美起神威那一人 就可匹敌一个军队的实力 并随口打压了一下任务失利的侏儒 哪成想侏儒直接对着在座的众人开启了地图炮 矮小的身躯居然容得下这么多无言会语 可他的这一举动明显触怒了某人 侏儒瞬间赶到脖子被一只铁钳夹住 紧接着首领表示神威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并不需要担心 一切不便尽管按计划进行 神威将由他们来解决 另一边神威再次踏上了复仇之路 而电话中神秘人讲述的忍者秘语也勾起了他的回忆 原来神威羽哉还有他的妻子居然是同一般的忍者 在他们正式成为忍者之时被赋予了忍者之名 而一起执行任务的三人经过多次同生共死 已经结底了坚不可摧的羁绊 而今天三人终于获得了忍者之名 尤哉的提议之下三人喝下了结拜之酒 就此结下同生共死之气 而不出意外意外就要发生了 三人像往常一样进行刺杀任务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一个孩子的出现却使莫莉短暂的分了身 而代价就是换来了对方的美式居合 身中竖枪的莫莉当即丧失了行动能力 好在神威及时赶到 在烟雾弹的情况下带着莫莉成功撤了出来 而由于伤势过重莫莉已经没有了呼吸 神威当即为其做起了急救 在神威的努力之下莫莉幸运地捡回了一条性命 无法行动的莫莉劝神威赶紧离开 哪成想神威竟直接拒绝了 下一刻只见莫莉竟然直接举刀自吻 但还好神威反应迅速当即阻止了莫莉 无奈之下莫莉只好搬出了忍者的信条 表示忍者必须保持情感上的超然 而神威并没有管这些 而是第一次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而现如今昔日同生共死的三人 已然彻底决裂 面对背叛忍者信条的彼岸 再究竟会做何处理 随后神威终于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下一刻神秘人直接打来了电话 神秘人没有废话 直接对神威介绍起了 傲扎之城内的安保情况 首先地面上有着无数的人脸 识别系统和无人机 一旦被发现肯定必死无疑 因此从地面是无法突破的 而城市的通风系统 则是它唯一的入口 但这里也有着数不清的摄像头和红外线 最后有一道电磁屏障守护 届时神秘人可以为神威提供 5秒的短暂真空气攻气通过 夜晚复仇的修罗来到了天台 下一刻突袭正式开始 在神秘人的帮助下 神威成功地避开了全部的守卫 转眼他就来到了激光区域 密集的激光系统每两秒就会变换方位 考验身手的时刻已然来临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神威的一滴汉液居然落到了激光之上 下一秒警报大起 看守这个区域的警卫们瞬间全部触动 不由分说地对着神威就进行了射击 但这种小场面又怎会阻挡修罗的步伐 终于神威来到了最后的关卡 神秘人将为他争取5秒钟的时间 但下一刻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就在刚刚即将进入奥扎之城的神威遇见了昔日的治有灾 下一刻神威直接问起杀死茉莉的命令是否来自首领山路 而灾却并没有回到 只是表示神威会死在这里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而与此同时奥扎公司的圆桌会议之上 首领们正在讨论刚刚的防护屏障失灵事件 众人猜测这一定是神威倒的鬼 并且在奥扎的内部一定还有他的帮手 诸如见此直接表示既然神威溜了进来 那么我们就集中力量等待他的到来就好 不管他的秘书如何强大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根本毫无作用 而奥扎公司的CEO更是举双手赞同 如此一来神威将会给他提供前所未有的数据 另一边躲在通风管道内的神威再次接到了神秘人的电话 神秘人表示公司已经知道你溜进了城 并且集中了大量的人者等待着你的到来 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陷阱 一旦你开始战斗那么最后等待你的只有死亡 但七二的血海深仇还未报 神威又怎会退缩 他要让首领和所有相关之人为此付出代价 神秘人见状也没有废话 随后告知神威晚上七点城市会举行庆典游行 那是公司为了与你作战而制造的掩护 时间飞快 随着庆典的开始 彼岸的恶鬼再次动身开启了复仇之旅 只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 在这个被科技覆盖的城市之中 神威的一举一动都尽在奥扎的掌控之下 甚至就连下水道之中也早已被布下天罗地网 下一刻战斗正式开始 奥扎的实验大楼内 守卫人员全部鹤枪尸弹随时待命 突然一个烟雾弹在大厅爆炸开来 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的惨叫之声 剩下的守卫们剑刺火力全开 瞬间形成了子弹组成的金属风暴 然而锦庭这样是不可能阻止 那只坠入修罗之道的恶鬼的 最后神威终于是来到了大楼的顶层 而奥扎公司的四名最强忍者 早已穿戴好专用的高科技装甲等候在此 诸如更是放出狠话要送其下去与妻儿团聚 但就在此时神威一眼就看到了直升机之上的山路 见到这个害死自己妻儿的真正凶手 神威那早已抑制不住的杀意彻底化作滔天巨浪 神威二声 神威一声 神威竟然趁机摆脱开四名赛博忍者 他的眼中只有那个曾经的首领山路 但一切又怎会如此简单 只见一名守卫直接将神威的钢线击断 下一秒神威直接从空中跌落了下去 明明身负血海深仇的真正凶手就在自己的眼前 可神威却无能为力 而身后结合了科技的强大忍者也逐渐临近 齐尔的画面不断地在神威的脑海中闪现 下一刻神威终于是做下了最终的决定 透支生命的禁术再次发动 那个强大无比的彼岸此刻终于是败下阵来 而落入侏儒手中的后果就是无尽的羞辱与虐待 侏儒一边蹂躏着神威一边嘲讽 其实在是太弱了 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乐趣 突然一股滔天的杀意伴随着雨水漫过了整片空间 那个被人称为死神的灾不知何时已然来到了这里 在居高灵下地对着自己这位重伤垂死的同伴表示 你的地狱之路是走不通地放弃吧 说吧抽出了自己的佩包 就要亲手将这一切了结再次 然而就在这最终时刻一边突发 只见那个原本属于傲诈公司的粉色机甲忍者 居然替神威挡下了这必杀的意见 随后林阵倒戈一把将神威救下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麦克在一名叛逃出傲诈公司的技术员的帮助下 成功黑进了傲诈公司的绝密名单 而就在下一刻一个名字让其大脑直接荡击 那赫然正是自己的搭拦艾玛 当彼岸再次睁开双眼时 他已然是在一个巨大的容器之中 而就在这时神秘忍者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表示彼岸现在的伤势非常重 即使在内米机器人的帮助下也才勉强保下性命 然而还不等彼岸反应过来 只见他一把打开了自己的面具 庄甲之下赫然正是艾玛那熟悉的脸庞 原来是组织发现彼岸死而复生后 怀疑彼岸的秘法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搞清真相 所以才派艾玛接近彼岸的身边 而组织有一件事却失算了 因为艾玛就是那个 一直在暗中帮助彼岸的神秘人 随后艾玛表示 以彼岸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实现报仇的愿望 他那旧时代的技术 在干部们的战甲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但紧接着艾玛画风一转 表示自己可以为彼岸提供复仇的力量 原来奥扎干部们所装备的战甲名为谷索 不仅有着领先世界的科技力量 并且还结合了600年间忍者们全部的技术 恰巧艾玛就是开发团队中的一员 而现如今为彼岸准备的谷索战甲名为神威 是一个与任何战甲都不同的全新原始模型 届时一旦与彼岸的大脑连接完毕之后 就会成为彼岸的另一具身体 而现在缺失的动力炉 将由艾玛战甲上的暂时代替 随后艾玛表示彼岸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在骗他 因为他已经救过他一次了 原来那晚正是艾玛利用自己的秘书暂时封印了彼岸的力量 并成功伪造了其假死的状态 听到此话的彼岸瞬间暴怒 艾玛看着失去冷静的彼岸 只好无奈地将其再次放倒 然而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下一刻只见诸如居然直接破开棚顶闯了进来 艾玛健壮立马控制车辆将诸如甩了下去 彼岸和神威的同步还没有完成 现如今只好由艾玛暂时拖住局面 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诸如在实力上占据上风 但艾玛也并不是吃素的 只见艾玛瞬间化身为剑盘侠 六条手臂在虚空中不停地舞动 下一刻竟发动了大卡车之术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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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不愧是顶级黑客 眼见自己正面不敌诸如 居然直接黑进了诸如的势力系统 间接地发动了传说中的多重瘾分身之术 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使得双方战甲的能源都已见底 而就在二人前往充电桩的同时 诸如居然向着爱马发射了两枚炸弹 随着烟雾的散去 爱马的充电桩赫然已成为了碎片 而此时失去能源的代价那就是死亡 紧接着就到了变态诸如最爱的施暴环节 只见诸如的重拳如同炮弹一般不停地轰在爱马的身躯之上 而无法反抗的少女此时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将领 与此同时另一边 爱马的声音传进了彼岸的意识之中 诉说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莫莉曾经救过爱马一命 之后一直秘密联系的二人成为了智友 而彼岸他们遇袭的那一晚 爱马第一时间就赶往现场 可当爱马赶到时 唯一有希望救下的就只剩彼岸一人 疯狂的杀气从车厢中奔涌 而出 那血红色的身影此时宛如将士的魔神 这一刻彼岸曾经的忍民也随之消亡 名为神威的死神已然浴火重生 幽暗的车厢中突然亮起了来自幽明的红色光芒 此时的彼岸已然和古锁战甲神威彻底融合 看着眼前散发着凛冽杀气的彼岸 诸如不禁变态地大笑起来 如今融合了战甲的神威简直就是他梦想中的完美对手 说罢诸如再也无法忍受 当即挥舞着力掌飞速地朝着彼岸冲了过去 然而没想到的是 彼岸只是一脚 刚刚那个不可一世的诸如竟瞬间就飞了出去 随后只见杀意缠身的彼岸抽出了腰间的人包 下一刻战斗正式开始 对手 追求你 对手 我说你 我看着眼前人 我看着眼前人 你一直在 你比较好 我看着眼前人 你比较快 在战甲的加持之下 原本强大无比的诸如此时在神威的面前居然宛若蝼蚁 不仅战甲破碎 矮小的身体更是被直接钉在了车上 看到自己败得如此凄惨 诸如不禁发出了苦笑 感叹到原来这就是真正的忍者呀 随即画风一转表示自己并不后悔 因为这是他这辈子最过瘾的一次战斗 下一刻只见诸如竟直接自爆了战甲 要再次与彼岸同归于尽 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力血的修罗又怎会让他如此轻易地死去 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事后捡回一命的艾玛告知彼岸 表示身着古所战甲的首领们是组织内的绝对核心 现如今在他们没有完全的把握下应该暂时不会出击 然而彼岸盯着自己那执着的眼神让艾玛不禁地吐槽了起来 随即艾玛终于是对彼岸讲述起了自己和莫莉的过往 原来艾玛在小时候曾因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彻底毁容 她的父母因为嫌弃她所以将她抛弃了 但好在后来艾玛被忍者组织所收养 而她也在组织的培养之下成为了一名易容大师 而她的第一任导师就是莫莉 那时候组织之中的忍者都会以位于顶点的他们三人作为目标 而艾玛的偶像恰巧正是莫莉 随后的日子中两人形影不离 莫莉不仅全力地教导艾玛 最后更是将自己的假死秘书都倾囊相守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 随着老首领去世 新任首领山路继位 很快山路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山路开始接收外来人员参加忍者的训练 最后更是宣布将要带领众人离开脚下这片故事 前往大洋的彼岸与傲扎公司融为一体 当然如此违背忍者信条的言论当即就遭到了反对 然而山路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强大 反抗之人竟当场就被处决 没多久组织之内就出现了大批的叛逃人者 也偏偏就在此时茉莉怀上了彼岸的孩子 为了让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彼岸夫妇二人当即也加入了叛逃的阵容 然而令茉莉感到意外的是爱玛并没有选择一起逃走 身为暗人的她有着监察首领的秘密任务 随即爱玛选择融入了组织内部 除了调查山路的真实目的 还有就是在必要时刻可以对朋友伸出援手 而现今随着爱玛的调查 山路那所谓的宏伟计划也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 彼岸通过爱玛的讲述了解到 原来奥扎公司的计划就是将自己领先于全球100年的能源电厂 推广到各个国家 届时他们将通过能源垄断逐步控制全世界 而这期间所有的反抗都将由山路和她的手下的忍者用武力解决 而山路和她的手下为了统治世界 早已将忍者的所有荣誉都抛之脑后 而现如今为了给神威战甲增压充能 爱玛计划在夜间偷偷潜入一个还未建成的奥扎电厂 就在这时爱玛的程序终于准备好 随着开关的按下 以卡车为中心 方圆几公里的电子设备瞬间全部失灵 随即只见彼岸直接将脚踩到了油箱之中 就在二人来到城外的同时爱玛提醒到彼岸 她的战甲有着精神与意志的增幅 意念合一将会大幅度提升她的力量 为此她需要克制她心中的愤怒 与此同时另一边 一群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 对着奥扎公司的一个干部疯狂开火 可想用这种普通的武器击败谷所站脚 无异于嗤人说梦 随着几道巨大的爆炸 一场一边倒的碾压正式开始 不论是特种兵王还是先进的坦克 在身着谷所站甲的忍者面前 全都无异于孩童的玩具 而这一切不过是奥扎公司 为了给阿美利卡的国防部长 秀出自己的肌肉吧 另一边 艾玛成功地潜入电场 并拿到了便携能源 但就在当她准备撤退时 奥扎的首领之一大帝 突然出现在了艾玛的面前 下一刻不由分说地直接发起了攻击 只见两条巨大的能量蜂平空出现 风味的口气宛如死神的镰刀 在艾玛身后紧追不舍 但就在这危机关头 只见赤红色的恶鬼从天而降 仅凭借两把忍刀 就将巨大的蜂蜂抵挡在原地 而大帝见到化身神威的彼岸 顿时来了兴趣 只因他一直都想和一位真正的战士 来一场华丽优雅的战斗 而为了防止彼岸带着艾玛逃跑 大帝竟直接表示 如果彼岸战胜自己的话 那妖自己将会把山路的位置告知给他 这一点无异于击中了彼岸的软肋 接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艾玛看着场上打得难解难分的 二人心里清楚 在这个电场之中 大地的能源是无限的 时间越久便对其越有利 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毁掉反应堆 可对方又怎会不明白艾玛的小心思 随即奋出一条蜂蜂去阻止艾玛 但别忘记艾玛好歹也是暗人 虽然没了战甲 但身手依然了得 下一刻只见艾玛一个滑场后 将微型能源抛出 紧接着就是潇洒的一枪 巨大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片空间 但好巧不巧艾玛身下的地面瞬间裂开 然而就在艾玛即将坠入深渊之时 赤红色的修罗一把将其抓住 而也就在此时神威的能量也全部耗尽 进入了待机状态 可令人意外的是 大地并没有趁此机会落井下石 追求完美帝 他居然放过了彼岸二人 并约定下一次与彼岸来一场 无人打扰的战斗 事后就在彼岸为艾玛包扎伤口之时 意外再次发生 艾玛发现迈克竟然追着他俩的痕迹 也来到了附近 艾玛知道迈克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无奈只能同彼岸先行与迈克会合 将事情讲明 然而蒙在鼓中的迈克并不知情 在车中感知到有陌生人接近 下车就是一个过肩摔 但剩下的却只有丹达 随后迈克在艾玛的解释之中 终于了解了全部的真相 而现在众人的目标完全一致 那就是将奥扎彻底毁灭 因为彼岸引起的骚乱 傲扎的CEO非常生气 他找到山路大发雷霆 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而现在你并没有将问题解决 现如今彼岸带来的负面影响 已经动摇了他控制这颗星球的游戏 与此同时另一边 彼岸与艾玛几人正在试图找寻到 傲扎更多的黑料 届时他们将向全世界 公布这个公司的邪恶一面 而现如今这短暂且温暖的一幕 让一直孤单行走 在阴影中的艾玛不禁失了神 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感觉 随后艾玛和理工男加快 对于傲扎秘密的探查 然而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只见大帝不知通过什么手段 居然找到了众人的藏身之地 而他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来旅行和彼岸未完的那一场战斗 然而大帝所不知的是 傲扎的CEO一早就派出精英小队 跟在他的身后 只为了将彼岸几人尽快消灭掉 下一刻只见士兵们扣下了通往死亡的扳机 密集的金属风暴 疯狂的攻击那辆防弹甲壳虫 好在艾玛及时控制机器人将车辆围住 士兵见此立马拿出RPG就要攻击 但下一刻只见一枚导弹提前一步将他们直接炸飞 来人正是武装到牙齿的金刚 啊不对是迈克 然而帅不过三秒 就在迈克陷入险地之时艾玛主动出击 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几个小卡拉永睡 昔日的战友终于再次并肩作战 紧接着只见二人毫不犹豫地直接主动发起袭击 身经百战的精英小队在二人面前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此同时另一边彼岸与大地的战斗已然进入了白热化 双方毫不留守开始疯狂地对轰 战败的大帝终于向艾玛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他实在是不明白艾玛为何要背叛他们 哪成想艾玛却表示自己从未背叛过心中的信仰 得到答案的大帝非常洒脱 平静地让彼岸将自己解脱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幽蓝色的光芒瞬间从大帝的身上亮起 原来这一切都是CEO的阴谋 他早就在大帝的战甲中设置了自爆程序 为的就是将这几只搞乱的老鼠全部消灭在此 下一刻只见大帝控制蜈蚣将彼岸团团围住 呆愣在原地的艾玛缓回头 看着不顾危险向自己赶来的迈克 一瞬间思绪在脑海中炸裂开来 也许这就是自己从未体会过的父爱吧 爆炸过后大帝已然化成了尘埃 而那个经历了世间所有苦难的女孩 也随之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最后 爱玛和麦克都没有说出心中的爱意 就在这时神威却表示其实他都知道 因为他从未在忍者死时见过这种幸福的表情 此时本已不共戴天的血仇再次升格 接下来只剩下不死不休 就在不久之前 发誓要彻底结束这一切的彼岸几人 决定兵分两路 由彼岸解决山路一系的人者 麦克这面则是找办法揭露奥扎公司的贪污腐败 然而就在众人刚要出发之际 一只独眼乌鸦突然飞进了他们的卡车 看看乌鸦口中叼着的碎片 彼岸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 因为这正是昔日兄弟所发来的战书 与此同时另一边 杀气缠身的灾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曾经的他是一名被人口组织控制的孤儿 然而这群人口贩子很快便全都死在了忍者的刀刃之下 可得救后的灾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直接逃跑 看着眼前已经失去生息的人贩子 无尽的杀意从其心底涌出 他竟然抽起地上的长刀 宛如蜂魔一般一刀刀不停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恨 也正是这样 他成功地引起了山路的注意 随即在山路的带领下 再来到了培养忍者的道场 并在此开始了成为忍者的训练 但可能是由于童年时所遭受的伤害 灾的世界观中只有强者 任何弱小之人都应该被摧毁 灾看着彼岸表示 像这样的弱者不配留在这里 而彼岸却持相反的观点 认为同伴很重要 没有人可以独自获得胜利 就在二人争论不休之时 茉莉出面调解 表示二人可以决斗奋出胜负 果不其然 最后二人打成了平后 时间飞逝 最终足足几十人的学徒 只有他们三人顺利地通过了测试 而在被赐予忍者名号之前 他们三人需要一同完成一个任务 初次登上战场的三人凭借强大的实力 轻松地便完成了任务 但就在他们准备撤退之时意外发生了 唯一的撤退路线上 竟然出现了大批的敌人 显然是有人出卖了他们的情报 然而就在此时 只见灾竟然越过二人 独自一人冲向了敌人的军队 尽管灾自身实力强大 但奈何敌人可是一整支特战队 最终它还是重伤倒下了 然而灾却并没有等到死亡的将领 再次睁开双眼之势 看到的竟然是彼岸交集的脸庞 彼岸和茉莉竟然在关键时刻前来救援 这一刻那颗冰封多年的心脏 缓缓地跳动了起来 忍者的羁绊此时正是结地 接下来自然就是一边倒的碾压 事后灾终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身患怪病的他被父母抛弃 留在山上等待腐烂 然而山里的乌鸦却喂饱了他 让他活了下来 自那以后他只相信拯救自己的乌鸦 和自己的力量 这次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外人 随后的日子中 三人共同执行任务并一劫金兰 然而让灾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最信任的两个人 竟然背叛了他们同生共死的约定离他而去 此时那个对敌人残忍无比的死神 竟无论如何也挥舞不动手中的刀刃 灾难过地喊着彼岸和茉莉的名字 伴随着羁绊的破裂 灾得身边只剩下漆黑的乌鸦 那双将他从黑暗中解救的双手 竟然将他再次推还给了黑暗 与此同时深看谷所战甲的彼岸来到了约定之地 当然昔日的挚友也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下一刻宿命的对决终于开始 那一场未分的胜负将在今天彻底终结 这次是个人的对决终于开始 极致的体术对轰 拼尽全力杀死对方 宿命中的二人迎来了最终决战 最强忍者比岸何灾迎来了兄弟相残的剧本 二人拼尽全力的使用毕生所学企图击败对方 恐怖的重拳如同炮弹一般轰在对方身上 每一击的力道都足以使得普通人当场毕灭 但同为上人的二人一时间竟僵持不下 随着灾的结印 秘书霹雳瞬间发动 在化作一道飞略天际的蓝色雷霆 与之一同的是无法捕捉的急速攻击 强如彼岸也在这一变故之下落入下风 瞬间被栽的重击不断碾压 随着秘书宁静发动 彼岸的感官瞬间拉升到极致 时间静止鬼神降临 二人的对轰引起巨大爆炸 与此同时 灾的面具突然破碎开来 在那之下赫然是一道恐怖伤疤 趁着彼岸愣神之际 灾发起疯狂的攻击 拾起佩刀后那日的画面 在其脑海中再度浮现 因为彼岸和茉莉的叛逃 身为二人挚友的栽被打上了包庇之则 整个右脸被烙上了耻辱之印 他今天就要彻底洗刷自己的耻辱 再质问彼岸为何要与自己立下羁绊之时 那是他第一次相信别人 但最后却惨遭背叛 下一刻 再再度拾起长刀就要了结彼岸 但只见彼岸后背之上的伪装渐渐显露 那赫然正是他们三人的契约之事 彼岸见此直接开启忍知己嘴顿 但没成想换来的却是灾愤怒的一刀 锋利的长刀贯穿肩膀 彼岸艰难得起身 斩钉截铁般表示一切都将迎来终结 他会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未完的决斗终于奋出胜负 最终决战即将上演 与此同时另一边 奥扎CEO乔瑟夫给山路打去了电话 而原因就是山路准备夺取古索战甲的计划已经败露 现如今本就建立在阴谋之上的同盟已然破裂 而现在自然就是清算时间 一队精英小队已然来到了山路房外 随着乔瑟夫一声令响 恐怖的金属风暴瞬间撕裂一切 然而带烟雾散去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一颗C4 乔瑟夫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巨大爆炸 他明白刺杀失败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他将直面实力恐怖的人者们 与此同时折服多年的忍者已然集结 接下来猎杀正式开始 乔瑟夫在几名安保的掩护下 开始向顶楼的停机坪撤退 然而就在下一刻 忍者们已然杀到身前 再强的安保也只能隐恨 乔瑟夫仿佛野狗一般拼命逃窜到电梯之前 看着身后的一众忍者不免心生绝望 就在此时一道巨大身影从电梯中走出 乔瑟夫毫不犹豫直接开枪 而来人正是山路派给他的贴身保镖德利 在德利的帮助下 二人击退了全部追兵 然而还不等二人庆幸 只见山路带着大批忍者已然赶到 德利见事态已经无法挽回 在一声道歉后 竟然死死地掐住了乔瑟夫的脖子 下一刻只见其大手一挥 刚刚拼死保护的乔瑟夫 竟然被他扔出了大楼 可紧接着伴随着直升机的轰影 乔瑟夫惊险脱困 此时又一名盼人出现了 另一边 随着神医的治疗 彼岸二人已然赞无大碍 战败得再犹如无家可归的野狗 山谷间的晚风挽起了他的长发 看着那浩瀚的星河 他的思绪再次回到了从前 想起了莫莉对他所说的话 而在这一刻 痛失至有的痛苦宛如洪水决堤汹涌袭来 腐烂的野狗只能发出痛苦的咆哮 忍者神威第一季终于迎来最终化 局势突变 折服多年的忍者再次亮起屠刀 一切阴谋都将迎来真相大白 大战过后的彼岸拒绝了医生的治疗 哪知医生却表示 相比起身体上的疼痛 你内心的创伤才是最严重的 毕竟你刚和兄弟开启秘书 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随后更是详细地说出了二人秘书的特性 灾的闪电可以将速度提升到超越人类身体的极限 而你的平静则是可以获得超级无感与看破一切的双眸 彼岸面色一变 质问其为何会对他们的秘书如此清楚 下一刻只见医生脑袋近诡异的折断 紧接着浑身都跟着扭曲起来 彼岸万万没想到医生进士前首席忍者 同时他也非常不解 他不明白自己明明破坏了忍者法则成为了判人 为何前首席会处处帮他 而在此时首席终于说出了一切的答案 原来随着国家的发展 他们这些活在阴影之中的老鼠已经不再被需要 他们这种见不得光的人完全可以被雇佣兵部队所取代 而掌权者的这一决定 让他们成为了失去主人的野狗 这也使得抛弃情感作为影子生活的他们 瞬间失去了前进的道路 而身为首领的他对这种情况根本无能为力 而就在此时 他偶然间发现了彼岸三人之间的情感羁绊 他觉得那股温暖最后将会成为忍者的救赎 与此同时山路也同样在寻找出路 只不过他与首席的方向完全相反 山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类情况 他决定让忍者用力量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而二人的对决最终以首席惨败告终 虽然自己利用秘术侥幸得以生还 却也因此失去了全部力量 再也无法阻止山路 下一刻只见首席竟然直接对彼岸俯身行李 现如今唯一可以救赎忍者的 就只剩彼岸手中的刀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德利的战斗还在继续 即便敌众我寡 但一众忍者居然在他的铁拳之下 全都变成了沙包 身为忍者干部的他硬是凭借超强的体术 在众多敌人面前杀出了一条血路 大厦内已然变成了石山血海 但同时德利也是不幸的 面对山路他终究是难逃一死 尽管明知不是对手 但德利还是向着山路发起了冲锋 但哪怕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哪怕还有一丝机会这一切也都值得 随着二人的对轰 无尽的杀气伴随着冲击波 直接将城市的屏障粉碎带进 余波所产生的威力 使得附近的建筑瞬间化作废墟 下一刻一道身影如同炮弹一般重重地摔在地上 烟雾散去正式战败的德利 全身骨骼尽碎的他并没有发出惨叫 毕竟在成为忍者的那一天 他就已经走进了死亡的怀抱 古老的忍者如今获得了科技的加持 整个忍者一族已然全员装备古所战甲 此时他们的恐怖的欲望再也无法抑制 一夜之间 整个阿梅利卡的重要部门同事遭遇了袭击 这一夜人们见识到了忍者的力量 一个无情是穴的族群 忍者一族终于占领了白宫跟五角大楼 而麦克也接到了消息 神威约威胁要炸毁的傲扎反应堆工厂 也遭到了袭击 而且格局现场的目击证人所说的 似乎忍者就是幕后黑手 如今麦克唯一的任务 就是要集中精力去追踪监视神威 挂断电话后 麦克又接到了杰森的电话 根据杰森的调查 他发现了关于神威的藏身之所 就位于澳渣的皇家酒店 这里的逃生出口 通向的位置 就是被称为幽灵车站的尼尔大道车站 与此同时 忍者一族控制着政府所有的高官 山路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目的 明明就是他挑动的战争 但山路却声称这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他为了让这个世界达到一个平衡 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 而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就必须要建立一个 能够跟世人宣布这一点的平台 女高官本以为 这就是山路控制政府的原因 可没想到 忍者一族已经掌握了 澳渣的所有资源和科技 神威的一举一动 更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彻底消灭神威 大量的忍者突然袭击了神威 只不过这点攻击 根本无法对神威造成伤害 而这里所发生的动静 很快就引起了迈克他们的注意 卫星已经捕捉到了神威的行踪 警方这边注意到 神威所处的位置 沿途有一个巨大的养猪场 还有一块关于澳渣的实验基地 上司立刻派出了最强的特工 要去协助迈克 殊不知那个澳渣的实验基地 只不过是黄毛他们的靶子 他此刻正准备带着一群猪坐飞机离开 黄毛也是饿了 因为计划顺利在进行 所以兴奋的一巴掌打在猪的屁股上 可是就在飞机正在起飞的时候 黄毛却发现窗户外 一辆正在急速开来的汽车 在截停了飞机后 迈克却发现黄毛正在拔腿逃跑 不过这个臭宅男的体力 又怎么会比得过迈克 他很快就被迈克飞扑按在地上 黄毛拼命反抗 好不容易挣脱了束缚 但是迈克直接出了一把武器 而黄毛也不甘示弱 手指对准手表 时刻准备应对迈克的攻击 他很不理解自己这么完美的计划 为什么迈克能够发现 殊不知这就是来自于刑警的经验 迈克早就听一个缉毒队的朋友说过 就比如运输为禁品 很多卖家就会利用猪来进行运输 于是他根据直播找到了这里 他让黄毛投降 可谁知道黄毛看了一眼一旁的大楼 脸上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等两人摔落山坡以后 黄毛惊讶地发现 想象中的爆炸竟然没有发生 他不信邪地又按了几下 可是依旧没有作用 原来杰森那边早就已经黑进了卫星系统 干扰了信号 所以黄毛的计划现在算是彻底落空了 松了一口气的迈克 一个鞭腿就踢在黄毛的脸上 狼狈的黄毛还在口嗨 表示自己的字典里面 根本就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他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杀了迈克 迈克本来应该死在忍者的爆炸中的 听到黄毛的话 迈克如梦初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黄毛安排的 一时间怒火占据了迈克的脑海 就在迈克教训黄毛的同时 神威也已经身着骨锁战甲 来到了山路的面前 随着神威拔出双刀 两人之间战斗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之中 此刻的山路还在试图洗脑神威 不过掏出的武器 却预示着他的真实想法 随着山路的话音落下 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 山路挥刀率先攻了上去 两人的实力不分上下 面对山路的金黄大剑 神威一时间也难以招架 刀光剑影之间 金黄大剑顺着神威的胯下 就顺势劈了过去 可眼看神威就要一刀刺入山路的体内 一道蓝色的身影从天而降 扎一终究是回到了忍者的世界 他只能以忍者的身份活下去 随着话音落下 战场的局势瞬间变成了二打一 就在神威即将输掉的时候 他抓住了山路的手腕 发动了秘书 一时间整个战场都变得安静下来 可没想到在神威的秘书下 山路的声音还在这片空气中回荡 神威一跃而起想要解决山路 却被定在了半空之中 在一片闪耀的光芒之下 山路也发动了自己的秘书 上帝之意 一瞬间 无数的亡魂朝着神威蜂拥而至 虚幻中 神威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樱花世界 随着自己回过神 他竟然看见了当初三人 推杯幻展的那天夜晚 眼前的一切都像走马灯一样 一转眼 神威又看见了当初 即将成为父亲的自己 还没有回过神 更加悲伤的记忆再次汹涌袭来 茉莉满脸是血的倒在自己面前 怀中的儿子 正在无助害怕地喊着爸爸救救我们 等到神威从这可怕的梦境中睁开眼 他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当初的家 妻子就躺在一旁熟睡 神威走到楼下看见熟悉的一切 本以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 可儿子的声音 却让他瞬间汗流加倍 等他再次回过头 那颗象征着记忆的大树下 妻子跟抱着儿子 浑身是血的靠着大树 儿子回过头 质问父亲去了哪里 为什么不救他们 望着这内心深处 最不愿意回想的记忆 这个连死都不怕的男人 流下了眼泪 口中不断念叨着对不起 他跪地痛哭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里 神威正被山路死死掐住脖子 他口中不停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此刻的神威已经迷失了方向 在这个幻境里 山路手握长刀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神威阻止自己 创立一个新的未来 而身后的罪 却因为山路的这一句话 想起了自己跟茉莉曾经的对话 他的眼眸中充满了震惊 似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未来 眼看着幻境中的山路就要挥刀 可是罪的身影却挡在了神威的面前 他一剑刺入了山路的腹部 可是自己的一条手臂 也被一刀砍断 不过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并没有让山路感到意外 他反而觉得特别正常 一副早有预料的样子 随着山路的身影缓缓消散 幻境中的神威也苏醒了过来 跟幻境中所发生的一样 罪袭击了山路 而一条手臂也在喷溅着血液 神威来不及上去帮忙 山路就一拳打飞了罪 随后两根充电桩 突然从地底冒了出来 充满电的山路一跃而起 一个九天雷霆乌鸦坐飞机 就直接把神威和罪给打落地底 等神威两人起身 却发现这里 似乎竟然也是个实验基地 等到山路缓缓落地 他站在高处俯视着两人 质问他们为什么反对和平 可这种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和平 本来就是倒反天罡 没想到这句话 却彻底激怒了山路 他很想知道神威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 他一边质问 一边将手放在铁球上面 无数的电流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铁球上面 山路那金黄的战甲 也在此刻带上了雷电的力量 犹如雷电法王一般 随后更是单手一身 一把带着雷电之力的长刀 就出现在山路的手上 紧接着山路用力一插 直接将长刀刺入了神威的体内 随着神威声嘶力竭的呐喊 山路又再次飞向了半空之中 整个底下基地的雷电之力 开始在他身上汇聚 紧接着 宛如能够毁天灭地的红色光芒 照耀了整个地底 与此同时 山路控制了位于白宫的忍者机器人 警告所有的高官 如果自己的愿望没有达成 那么整个世界都将会毁灭 眼看世界就要没了 此刻的神威还沉浸在梦境之中 他躺在了茉莉的腿上 只有茉莉能够让他的内心保持平静 听着茉莉对自己的鼓励 神威的心终于找到了方向 就在山路准备毁灭世界之际 神威缓缓站了起来 他想起了艾玛的说明 这个战甲会根据使用者的意志和行动而反映 经过了茉莉对自己的安抚 神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意志 在最不可思议的眼神下 神威身上红色的战甲退去 整个战甲变成了帅气的黑色 这也让山路不可思议 不应该这样子才对 因为每个忍者就只能学习一种秘书 但是神威拥有了妻子的意志 又怎么会是一个人 如今的她是两个人在战斗 重生归来的神威 战斗力精元 面对雷电法王版本的山路 也有一战之力 在神威这惊天地气鬼神的攻击下 本来即将向整个世界扩散的危机 化为了乌有 山路就这样缓缓倒地 可是在倒地之际 她却还是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后悔 她坚信还会有人继承自己的意志 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悲剧了 战争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死亡 她忘记了 自己想要的和平 却也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 而另一边的黄毛也没有被麦克杀死 在最后一刻 麦克还是坚守了法律的正义 只要黄毛赶出来 那么自己就会一次次把她抓回来 而失去了一只手的罪 忍者的一切都可以摒弃了 他们还会有新的未来可以继续下去 从那一天以后 神威将自己的骨锁战甲丢下了湖底 骑上了自己的摩托车 驶向了新的天地 新地未来